Yo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很高興要來跟各位介紹我的玩具啦 那今天要介紹的東西呢 想必各位已經入手了 那當然呢 先跟各位打個止痛針 以下的內容啦 全部都是基於我個人在把玩這款玩具跟做這款玩具的時候 的一個很主觀的想法 當然我的影片從以前到現在的影片都非常的主觀 如果你不能接受 甚至覺得我只是刻意在炒作 那麻煩你直接上一頁 連看都不要看 那如果你覺得你可以接受一些對於玩具的批評 而且如果你剛好有跟我一樣的想法 當然你就可以繼續往下看 如果沒有 也不要出於好奇 直接Next 上一頁找別人 那今天介紹的這款是做為一個2021年 由海之寶跟侏羅紀公園 侏羅紀公園所聯名的一款商品 這款呢就是狂派的齁 雷克斯跟博派的JP93 這兩個玩具做一個配搭 那盒子非常的大 然後盒子也非常的漂亮 但是裡面的內容物呢 除了暴龍之外呢 這款JP93真的是 記者滿著 繃來跑開 就是暴龍之外的上多就也得不到 全部都沒有交 OK齁 那我們直接進入一個內容物的介紹吧 齁 comprend containment 玩具的內容物呢 就是各位見得上看到這樣 就是有一個很漂亮的盒子 然後這盒子呢就是一款 在當年它們兩個初育的一個經典畫面 第一集的時候初育的經典畫面 地上當然有一台被踩爛的一款JP93 這款車子 但JP93是這一隻變形金剛給他的名字啦 就是一個很普通的導覽車 諸德基公園的導覽車 銀式 這款被踩在腳底下的 然後雷克斯暴龍使用的模具 就是我們之前的這一款 Transformers Kingdom系列的一個 Megatron的一個模具 當然是這款模具 那當然這款模具本身呢 非常的傑出 所以使用到這隻雷克斯暴龍身上呢 當然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相反的是這一款 JP93呢 作為一個 怎麼講呢 這款JP93 作為這一次的一個 玩具 設計真的是非常的爛 這隻在 我的Facebook跟我的 粉絲專頁上 我的Instagram上面呢 我其實基本上 已經是給它幹得沒了 當然呢 我再次跟各位強調 以下內容如果你不能接受 就不要看 覺得我在刻意炒作的 你也不要繼續看下去了 好不好 OK 那玩具我們直接拿出來 就把盒子丟掉吧 坑邊啊 OK 那玩具的內容物呢 就各位記者上看到這個樣子 這一款雷克斯暴龍 然後呢 這次真的是因為塗裝的關係呢 讓它從紫色的這一款 蜜卡燈的這款 好像中毒的恐龍 變成一款比較正常一點的恐龍 裡面呢 有一份像這樣子的一個變形說明書 那變形說明書呢 它算是用彩色 然後搭配那種黑白說明書 來做一個設置 所以呢 基本上變形結構呢 你會上面看到它非常的多 一整張 其實呢 根本就沒有那麼厲害 說明書 不用看了啦 看它變不如看我變 你們有興趣自己去買吧 買回家就知道了 ok 那我們先介紹這一款雷克斯 就是大家之前玩過的那款變形金剛的模具 那當然這次的雷克斯暴龍呢 使用的是真實的那種暴龍的身體配色 身上有一些暴龍的紋路 然後眼睛都有做出來了 然後整個顏色看起來也比較順眼的 跟之前的蜜卡燈比起來呢 就不再是卡通的蜜卡燈造型 而是像這種真實的恐龍造型 不過呢 這邊也是稍微要吐槽一下的 當然 你都已經決定要把變形金剛的蜜卡燈 做出來了 你都已經決定要做這一隻雷克斯暴龍了 那其實你是不是應該 一開始就知道說你要做這一隻 那你頭雕也稍微改一下吧 因為你裡面的頭雕已經改了 那這一個恐龍頭如果能夠改成 我們所熟悉的那一款 侏羅紀公園的暴龍的 雷克斯暴龍的頭的話呢 是不是會更好 比較大顆一點 是不是會更好看 可是呢它沒有 當然算了啦 毕竟牽用模具這種東西 已經是海之寶的傳統了 整隻就像這個樣子 從頭到尾 那當然密合度來說 跟整個玩具的鬆緊度呢 確實是比之前的Megatron還要再好 那當然呢 變形結構 各位 因為這隻在之前蜜卡燈的那隻的變形結構是一模一樣的 當然我們就等一下就變形結構的部分 我會直接用很快的方式跳過 好 先空邊啊 然後這一次呢 當然比較多人呢 想要收藏這一盒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這一款作為一個裡面的導覽車 JP93 那當然這一款車子呢 先毋庸置疑的是車型是好看的 然後加上它有一個正式的授權 這邊是有授權的 這台車是真的有授權的 所以呢 整台車子的一個外觀跟造型呢 這是沒什麼好吐槽的 只有好看而已 然後身上使用了非常大量的這種透明零件 因為在劇中 它要多角度的去看到恐龍 所以身上使用的地方幾乎都是透明零件 然後這一款它身上使用的這個 有點像是獵槍的那種 衍生型的那種機器人的槍呢 是可以像這樣 這邊有一個凸點 把車子這一款 凹點對凸點把它藏在車子的底下 像這樣子 做一個整體的收納 那一樣輪胎使用的是一些比較可惜的 當年的那種兒童小卡扣啦 所以呢 也還好 因為畢竟這一款的車型呢 上面使用的是像這樣子 很漂亮的一個塗裝 可以看到 諸羅紀公園 然後一個漸層的塗裝 然後車子前面有車燈什麼 巴拉巴拉巴拉都做得非常的好看 所以車型上呢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好挑剔的 有一些人也為了 這一隻玩這一隻車呢 特別去買了這個組合包 只抽出車子不要恐龍的也有 但是呢 就這樣子 僅此於它的車型很好看而已 OK 那當然 沒有的時候跟各位講的嘛 我們就直接進入這一款 雷克斯暴龍的變形結構 那暴龍的變形結構呢 可能我用最快的方式跟各位帶過啦 那我們就不囉嗦 直接進入一個變形結構吧 好 經過了幾個變形步驟之後呢 我們把這一款恐龍王 這一款雷克斯暴龍呢 把它變成機器人形態了 那整體的形象呢 跟你所拿到的那一款Kingdom 這款還在倒著 這款Kingdom的恐龍王呢 基本上變形結構是完全一模一樣 造型也是一模一樣 只差別在於塗裝 還有這個新規的頭雕 各位來看一下 這邊細部來Detail一下它的細節 頭雕這一顆呢 使用的是一個新的一個設計 可以看到頭上這個變成一個單格的敷衍 然後呢 口罩嘴 整體的頭雕設置呢 當然 我不知道這個頭雕設置啦 是為了什麼 因為它其實好像感覺不出它有什麼主題性啦 頭雕好像只是為了帥氣而帥氣去設計的 並沒有什麼主題性 所以當然好看就好了啦 那身上的塗裝呢 就變得比較簡約 像是這個樣子 那整體就像這樣子 那當然這邊要再強調呢 這隻玩具的鬆緊度啦 比之前的恐龍王 還要好很多 它的鬆緊度變得非常的好 塗裝上呢 也蠻好看的啦 最起碼 不會像這樣再強調 不會像這樣是紫色這樣紫紫的 OK 那當然 這隻恐龍 我們就直接簡單把它帶過啦 你們應該也不想看 主要是針對這一隻 這次的組合包主要就是針對這一隻 OK 那這次的這隻JP93呢 那我們就不如說直接進入變形 那變形呢 真的是非常的LOVE SIGN 也是我對這一隻評價不好的原因 各位看 變形呢 首先你要把這一隻槍呢 從這裡拿走 然後呢 兩個車門呢 左右把它打開 當然打開不是整個車門都打開 而是只打開這個地方而已 那打開之後呢 這邊 鏡頭一直跳 然後打開之後這邊 接下來你要把這整個 這個車子的這個車身的地方呢 這邊整個把它打開 這裡跟這裡做一個分開 這一整塊就可以把它做一個翻折 折開呢 就會變成機器人時候的腳 然後呢 這整個車頂蓋的地方呢 這裡又可以把它翻開 左右邊把它拆開 當然你要一次變形也沒有關係 左右拆開之後呢 這塊 把它往後折 就會變成它機器人時候的一個腳底板 的後腳跟這邊 這邊 這樣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再做一次 折過來 變後腳跟 這樣下半身的變形呢 就莫名其妙的完成了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地方 這一整個 手的這個地方呢 你在變形的時候 要先把它從這裡拉出來 像這樣子 左右把它拉出來 然後呢 等一下鏡頭有點霧霧 然後接下來呢 你要把這邊整個翻出來 左右把它翻出來 然後接下來呢 當然就是不囉嗦的呢 把這裡跟這裡把它分開 做一個旋轉之後呢 這個 侏羅紀公園的Mark呢 要小心不要靠到你的臉 這裡呢 有一個凸點 對這個凹點把它組合起來 然後這裡呢 這裡跟這裡有一個凹點把它組合起來 好 這樣閃一下零件 這裡跟這裡要組合起來 然後後面也要組合起來 然後接下來呢 這邊呢 一樣 手手就給它翻出來 然後 往後壓會聽到啪一聲 這樣才是固定的 然後呢 一樣翻出來 其實啦 為什麼這次我會罵的那麼慘呢 是因為 你明明就是一個已經新規的模具了啦 卻把自己搞得這麼繞賽 這個變形結構說真的 他告訴你他有12個變形步驟 可是你實際上這樣玩起來 你敢要死 OK 那經過了幾個 很簡單的翻翻轉轉之後呢 這款玩具就變形完成了 那JP93當然呢 我不知道這個的設置啦 是不是為了 因應兒童啦 他才做了這樣子的一個變形結構 還是為了只是要騙你 騙你買 所以他設置了這樣子的東西 我不知道他的想法到底是什麼 最起碼我覺得這隻的變形呢 很爛 以現在孩子寶最新的現在的一個變形 結構跟技術啦 這隻真的很爛 可以追溯到當初的 領袖的挑戰那時候的那種感覺 然後呢 對那時候的變形 各位可以稍微去看一下我之前領袖的挑戰的影片 我不知道有沒有拍過啦 有的話去找看看 那當然整體呢 就像各位鏡頭看到 他就是一個獵人的形象 頭上這個帽子 各位看一下近距離detail 順便看一下他的造型 頭上的帽子呢很明顯 他是要致敬那個 劇中那個主角的那一頂 牛仔帽 但是呢 其實又好像沒有那麼的像 頭雕就是使用這種 奧頭吧會有的這種 肉嘴巴的這種頭雕 然後那個 陸落記公園在車身的mark 就會跑到前面這裡來 像這樣子 就是一個很標準像爵士的那種 整體人型的造型 那可動性方面呢 當然這就是他第二個繞賽的地方 我們要鏡頭用近距離一點 這樣 頭雕呢 使用的是一個球型關節 踩怪 他是用的非常深的球型關節 可以下上這樣一點點 左右旋轉 當然沒有辦法三八十五度 因為他到這邊呢 這個頭雕到這裡就會卡住 所以他根本沒有辦法365度旋轉 除非你硬轉 把頭扭下來的那種風險硬轉 沒有辦法365度 肩膀呢使用的是兩個單軸 基本的兩個單軸 閃過車後門 可以做到一個旋轉 365度 橫向可以平舉 大概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 這邊沒有一個橫向的旋轉關節 沒有 他的橫向旋轉關節呢 是設置在 拳頭的手臂這個球型關節 他是使用這一個 然後呢 他這個球型關節是開在 大概像這樣子有點往上跑的這個角度 很匪夷所思的角度 然後呢 全部都是靠這一節 拳頭呢 當然沒有旋轉關節 他就是剛剛那個變形結構而已 然後這邊是空的 像這樣子 手的上半身的變形大概就像這樣子 那當然呢 身為一個變形金剛 男子漢的變形金剛呢 一定要有腰 但這一隻呢 沒有腰 很可惜他一點腰都沒有 所以他腰是不能做旋轉的 完全沒有是做死的 這點也讓我真的非常的意外 都已經 都已經2473年了 變形金剛的腰還沒有腰 然後呢 腳這邊呢 使用是兩個很大的球型關節 前踢腿像這樣子 後踢腿像這樣子 當然旁邊沒有做什麼其他任何的修飾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裡面這邊呢 是空洞的 然後呢 橫向旋轉365度 完全沒問題 膝蓋呢 可以摺曲超過90度 他的一個無敵的變形結構 次於你的超強的可動度 然後呢 腳這邊呢 他也沒辦法前後攻 只能夠左右這樣子 做一個接地的動作 當然接地也僅止於這樣子 那機器人的形態下 本身這一整塊就是他的腳 腳掌就是像這樣子 他基本上他是不具備腳掌伸出來的那個零件 那當然呢 這一隻會被我詬病的第二個原因出了 他的變形結構可動很爛之外呢 第三個原因就是他的身上的偷膠 你會發現身上的偷膠呢 明顯的比之前的玩具呢 還要多 多就算了啦 他 你會感覺他整隻 並沒有很認真很嚴謹的去設計他的一個 這些 空洞裸露的地方 他並沒有很嚴謹的去把它包覆起來 不像你之前玩過的變形金剛玩具 在 當然這近兩年的 他已經很努力的把偷膠的地方 稍微再躲一下 甚至把它剪掉 他不是喔 他是直接這樣裸露 很大大大的直接空洞給你看 然後這個整個身體這邊呢 如果這個後車殼呢 你沒有把它降向遮蓋住的話呢 你會發現這一整個 全部都是裸露 你看光從他的透明一間看就知道 裡面全部都是空的 那空到非常的 比場景空還空 然後呢 他的槍呢 是可以像這樣拿在手上的 當然也就僅持像這樣拿著 那你問我還有沒有其他可以收納槍的地方呢 我可以認真的告訴你沒有 除非後面這邊你就這樣給他丟進去 非常不負責任的把它插在這個後面 這就是他槍的收納方式 當然啦 如果你還有其他更漂亮的收納方式呢 你就用你自己的收納方式去收納吧 不然就是像這樣拿在手上 就這樣子 假裝他是可以雙手拿槍的那種 其實也不行啦 就像這個樣子 所以啦 當然買這一隻的人啦 我在想啦 如果你只是為了這台車車去買的話呢 那當然 看到目前啦 你應該已經 吐血死在你家的沙發 或是你的電腦桌前面了 如果你還沒死呢 那沒關係 繼續看下去吧 那當然這兩隻玩具呢 其實 說真的啦 主要就是還針對在這一個 這一個家伙身上 這一隻的模具就是這一個 事實上是一樣的東西 那好不好玩 你如果有買過這一隻的話呢 你自己就知道好不好玩了 那這個配色當然呢 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話呢 你就去買他另外一款 整款血紅的那一款雷克斯 就是Beast War的那一款美版的 恐龍金剛那個配色 如果你覺得這個不好看的話 去買那一款 那當然呢 這一隻 如果你覺得我目前這樣介紹下來 你還能接受 還覺得算了沒關係 反正他就是一個聯名嘛 對不對 的那種想法的話呢 你就去買吧 那這一隻呢 在一開始我的 粉絲專頁 甚至我的頻道裡 我還跟人家講說 這個東西應該不可能跳樓啦 拜託 我要聯名的呢 結果咧 講完沒多久而已 我就自己打自己的臉了 這玩意兒已經跳樓了 真的是自打嘴巴 然後人我實際拿到把玩之後 我覺得這東西一定跳樓 幹這種垃圾 如果你不跳樓 真的是對不起 台灣的玩家說真的 因為孩子寶 今年的價錢又往上調了 所以這個東西 如果你要拿 899 800 799 還899 不記得了 反正你要拿那個原價來買它的話呢 這隻真的是不值得的 說真的 非常的不值得 那當然 如果你要早買早享受 那你就買吧 反正你高興就好 錢是你的 OK 那這一隻就介紹到這裡了 兩隻 那如果你覺得 是OK的 趁現在 當然 大貨 三機 喜歡就去買吧 那如果不能接受的話 當然你再等一陣子 肯定跳樓 100%跳樓 就跟那隻 X戰警的那個 聯名飛機一樣 它一定跳樓 如果你覺得能接受 你就買它 好不好 OK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覺得還不錯的話 就幫我點個讚 然後訂閱 分享 轉發 那如果覺得幹它賽呢 覺得我介紹的風格 非常的討人厭 然後也就是 為了 當然就幫我點個這樣子 或是連看都不要看 都可以 你高興就好了 那我的影片 從頭到尾 就是很直觀很直白的 在介紹我自己的東西 如果你不能接受 真的就不要看 我再強調 你能接受就看 不能接受就不要看 好不好 OK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裡了 其他就不多講了 謝謝各位 那我來 再見 那我來 拜拜